香港人最喜欢《阴谋论》 喜欢《阴谋论》是没问题的 但一些违反了常识的阴谋论 我们不应该但实际上不停传播 当然有一宗阴谋论的新闻开始说起 就是说汇丰的CEO John Finn 不知道是犯什么 总之是汇丰的高层和被炒 他开始谣传 为何汇丰高层会被炒 原先他的说法 因为他作了一个很失败的中国投资 令到汇丰蝕了4千亿美金 蝕了4千亿美金便要炒 4千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3万多亿港币 我当然知道现在香港 不止一间企业有1万亿 或者接近1万亿的市值 例如苹果、Amazon 但汇丰我怎样想都想不到 他会有4千亿美金市值 有什么可能一间汇丰蝕到4千亿美金 我们应该这么说 因为汇丰有很多客户的钱 一间公司蝕过市值的钱 周时常常都会发生 只不过一间公司蝕过市值的钱 这间公司应该是接近垃圾级别 汇丰股价跌至95% 变成仙股 变成仙股 分析已经结束了 你一蝕了 不是将会蝕 如果你是做出资料 未蝕 就是刚刚 你评论会蝕 就不同 你一蝕了 我评论会蝕 4千亿美金都很夸张 我慢慢发觉 这个故事不太合理 于是推出了 因为John Flynn掌握了一些证据 就是汇丰一早知道中国共产党 透过不同方式 偷走了香港的外汇储备 偷了4千亿美金 4千亿美金是怎样来的 原来 4千亿美金这个字典 我最终开始明白 原来是因为等于香港的外汇储备 再加财政储备 都还未够 还要加上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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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全部被大陆偷了 这就等于我们讲话 涂空富房 所以今天的主题当然是说 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已经涂空了香港富房 如果涂空了香港富房 那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用周显大师的例子 如果上市公司 亏过你的市值 应该跌了95%以上 如果香港有一个金融制度 支持这个联系汇率 或者支持政府的制度 那些钱被人偷了 那香港的经济 或者香港的港元 市场知道这个信息 那会有什么反应 应该继续 港元已经崩溃了 市场上应该不会 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是金管局 如果你是金管局高层 如果你是CIA 又relate connected 已经早已 甚至是大陆也掌握了这个信息 连牛头各顺嫂都知道 那现在你还沽港元 一落到你便会发达 是不是 这些随时 随时一个茂利都有人记忆 是不是 这个都已经直接否定了这个传闻 这个传闻 所以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香港人这么喜欢 那当然 第一就是牵涉到 我们香港人对于金融 或者经济学常识 是那种困惑和无知 其实这种这样的说法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爆得厉害 就是比较近 就是因为有个汇丰CEO的名字 好像很合理 试过有哪几个人说 他们曾经吹过香港库房 给中共涂空 包括之前曾经有人说 因为金管局发行过人民币票据 他就说这些人民币票据 其实就是中国的银行 透过去借钱给金管局 然后他就用了人民币票据 就换了美金回大陆 然后换了美金回大陆 那你中国金管局那些外汇储备 就变相被换走了 现在说是什么 四千 是不是这个 几百亿的人民币票据 首先当然 第一样就是 几百亿人民币票据 就不属于什么 第二样就是 人民票据是要还的 如果你说他不还的话 其实很快就知道 因为人民币票据的年份 不知一年还是几年 你怕他那些不还 我怕香港的银行系统 借了钱给大陆的 他全部都不还 你不如怕那些 首先 我认为 其实多多少少都偷了些 都偷了些 都偷了些 我想香港外汇储备 那么多 你整个五、七千亿 他都没有觉得 但是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他就还得起息 你就不觉得 你说如果偷了 买了些东西 连息都不还 那就实觉了 但是还得起息 就是说 我现在你买我的东西 你现在光顾我买我的东西 我把票据给你 你帮我买十皮 我每年给你三千元 随时买 没有问题 只要价值不是太高 那你算是拿了些钱 但是我问不需要价值 但这件事在世界都是共通的 世界债务市场就是这样的 没错就是这样的 从来都是这样的 从来都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如果你说 任何一刻 你又把所有贷款都叫回来 你不要说什么 你说香港的楼宇市场 已经玩完了 有多少人借到 现在是付几千万身家 你买一层楼 你都会付资产 如果真的每个人都要 我可以说过个人提款 全部还好质 全部还好质 但是我知道 中国政府应该你人民币的票据 他都不会还你不还美式 因为他还人民币 但是中国政府的确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他企图将债务 将美元债务 变成一个人民币债务 所以他到时候 他可以透过贬值去做到 这是他一直在做的 这又是牵涉第三个说法 还有一个什么方法 我可以骗到港元储备 最近香港即将会和人民银行 逐签货币交换协议 货币交换协议 货币交换协议的数量大很多 因为刚才说人民币的票据 其实是几百亿人民币 是几百亿人民币 即是几十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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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偷 我想你共产党就明明太差了 现在大一点了 是四千亿人民币的贸易交换协议 那些人就说 你现在四千亿人民币 即是四千七八亿港元 即是五千亿 那你明目张胆地偷了我们的东西 当然他们不会去看 这个人民币货币交易协议 其实跟很多国家都有签 跟日本也有签 加拿大也有签 南韩也有签 因为香港现在的一个商机 就是做人民币的一个票据的中心 人民币监疫的中心 难免的确是会吸纳很多人民币资产 除非你不想做生意 我不做人民币 否则毫无移民香港人民币资产 那部分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是在做这个市场 那当然你会牵涉到 你真的的确是购买了东西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指责 人民币最近跌得这么厉害 不停贬值 原先我们上一次 人民币货币贸易协议 是四千亿人民币 去到今时你已经跌了四百多亿 你现在中共政权 就是透过贬值人民币 来偷我们的外汇储币 因为货币贸易协议 就是确认了交易率 那这些赢钱输钱的 就不只是人民币 那些人民币就说 那你应该升肚英国 因为英镑就跌得更加厉害 尤其是那些拿什么鸟 那些说拿英国旗港英旗那些 那些就是外国势力 那些就是外国势力 那些就搞到我们 那些亏了很多 就是这样说 你做那门生意 你存一个那门的资产 你存一个那门的资产 就是你要有一个市场 而那样东西跌下去的时候 那是一个无法 是一个损失 但是因为你想做生意 就是这样 我现在做银部行 我进一些银部 但是银部是在跌 那我进不进一些银部 就是做纸 这种生意 你没有办法 你想做这种生意 必须成全世界 你只希望 不会整世都跌吧 你不会什么 因为你在做这种生意 或者不要进那么多了 对 正如你去做行公司 你一定会进一些石油 就是你不要加郭泰 对冲到蝕点 就是一个合理的资产数字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在做这种生意 而且这种生意 也是真的请很多香港的人 是有一个GDP的贡献 有一个发生水的就业市场的贡献 那样东西 但是当然牵涉到人民币的跌是合理的 但是相对来说 人民币一直都说 其实我们不是跌很多 我们只是相对美元跌 其实是全世界都跌的 我们有什么办法 所以接下来我想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有这些误解 我们很喜欢听一些很漂亮的故事 你有些人民币票据 货币交易协议 好像有Tag 有很多Dragon 是有汇丰的CEO 我现在就问大家 其实大陆想抽走香港的 不要说外汇储美 想把香港的美元搬回去中国大陆 其实是很难吗 一点都不难 首先第一个我马上想到 金管局就买多些红筹股 买多些国企股 那已经是帮助了政府托市 我可以说 这个BIT已经做了 但是应该是他给他做胆 他都不敢买全部 因为是即死的 那样东西 譬如我4千亿美金买完 是立即死了 已经没变 但是你中间拿了五七千亿去做这些东西 是完全可以 而且一定不会这样做 还有之前也有报道过 其实它凸出来的那些 就是那些游戏里面有一些盈余 已经是有一个很小的比例 是可以任他们投资一些高风险长远的东西 那些就投资了在大陆的项目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如果你要针对的话 就要看确实那些 再做一些东西 就像Kelvin和周显大师说 就在香港银行借钱回大陆 然后他还不起 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逃空的方法 我想总结那样东西 就是你要骗香港的钱 实际上太多方法了 你只是搞一些大白仗 接着你给一些中资去投资 你那些什么一带一路 你叫金股国家大那个投资家 完全都应该做到的东西 为什么他要做这么技术的东西 还有这么容易被人抓到的东西 什么人民币票据 什么货币交汇协议 那就是我们香港人 就是喜欢听这些 就是很有包装有羞耻的故事 而不去想一样东西 就是现实上要拿你香港的钱 其实实际上太难了 正在一边拿 正在一边拿 但是有秩序地拿 你不要以为别人蠢 没有秩序地拿完之后 有秩序地拿 你拿个数目是不会影响大局的 这也是一个职业老千要明白的 没有人会一开头大夹几千亿 他都拿了是可以走老 要求高飞的话就可以了 你怎么走 而且以后没有 以后没有得继续 现在其实你每年拿一千多亿 或者一千多亿 你很容易地拿 你的生金蛋是金的 一般老千仔捲钱走 不见了的 是好的 但是大岳就不是这样 大岳还不值 他有时偷偷给人家的行李 所以香港另外一件事 我总结就是 你太顺量了 你完全不知老车如何骗钱 常常都觉得 周街打劍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